38歲的Morrison 上星期一 踩單車行至Dunder Street West Galp Struggle Road的時候 不幸被一輛轉彎的貨車撞到身亡 當時Morrison正躲著5個月的身體 今日的單車動練活動 在早上7時半開始 起點於Bloor Street Galp Spadina Avenue路口 而終點就設於Morrison發生車禍的地點 全程歷時半小時 大家在車禍地點 擺放了一輛白色的單車 予以隱形單車 另外Morrison的家人 還會在今晚7時 舉行悼念儀式 儀式會對公眾開放 並希望出席的民眾穿著白色衣 或者佩戴白色的私大參加